佛就举这个例子 你看迷人 迷失本头 狂走寻迷 不自然了 戴着帽子这帽子 到处问别人有没有看见 人家指着你头上 不戴着头上吗 所以一旦狂谢 哦一下明白了 帽子这帽子头上 谢界菩提 本头万在何等自然 这个谢界菩提 就像法华经上 师尊所说的 直直不须说 放下便是 不用说 你把你想说的 要说的 放下就是 你说什么 禅宗里头有两句话 开口便错 动念皆怪 就这个意思 你开口动念 就是狂走寻迷 就不自然了 为什么 你念念所求的 它就在当下 就在面前 只要你把七心动念 放下 那就是 何等的自然 我们今天的毛病 出在哪里 就出在 七心动念 想去找 想去得到 帽子戴在头上 不知道 想去找 想赶快戴上 没想到 本来就戴上 你想求智慧 你放下 智慧就先行 你想求佛报 你放下 佛报就先行 你想求德能 放下 德能 本来就是 不用求 六族慧能大师 给我们做出 精彩的表演 人人都求 求不到 他什么都不求了 一切现成 五族就悬上他了 为什么 他狂歇了 别人 别人狂 没歇 他到处在乱找 在乱钻 而不知道 本来就是 这个真妙 这个真妙 所以这是 何等自然 这一句话 讲得太好了 难搜 不二 什么都不犟 感谢观看